今天是我们的午餐热肠,西门脆血在吃什么? 草莓,自灾,然后就是猴头菇, 然后有Brenja,还有Ladyfinger,还有这个菜心 然后就是倒米饭,非常正常 还有汤是吗?汤是吗? 对,饱满的汤,因为我知道奶爸不是很喜欢吃草莓 所以我就特地去买了一个特别给他了 看起来很糟糕的一个袋子 是一个很有名的东西,好不好? 非常有名的 上面有很多薯条 对啦,这个是最有名的Fly Guys 的Hamburger 是的,现在我们就来开箱吧 它的整个包装的造型就是这么邋遢 对,它是这样子的,很邋遢 我看到的时候已经是这样子了 其实我这个汉堡是来自美国 然后美国其实有几个汉堡其实是蛮有名的 我们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先认识那个叫做 Shit Shack 然后过后新加坡也好像也在去年的时候开了第二 另外一个牌子叫Fly Guys 所以这个Fly Guys是一个叫 美国的一个叫做Vegina Vegina,我不懂是什么地方 我们只认识Shack是来自纽约的 然后过后就这个咯,这个就是来自美国的另外一个地方 所以它,为什么我们一直没有去吃呢 是因为它的样子,它的造型其实不怎么好看 对,然后 我就觉得它外表真的是很缺 你看它的薯条就是很随意的 就这样子摆给我 包装也没有任何的花俏的东西 就是很简单很简单 就是汉堡就汉堡 薯条就薯条 ok addition 它是来 它是从1986年 1986年啊? 它还老过我哦 嘿嘿 1986年 它跟你过年哦 哦 所以就是今天就是吃这三十四岁的Burger啊? 对了 对了 它其实最有名的就是这个Fries 跟Hamburger Cheese Burger 我也是 order给奶爸的 这个Fries呢 其实它有分两种 一个就是普通的Fry Guys Fry OK 这个就是所谓的Cajun Fries 就是它有放上一些 嗯 那个 所谓的MSG啊 这个是MSG吗? 不算啦 调味料吧 就是调味料 有点辣椒粉的感觉 OK 嗯 但是这个 这个是要Add On的吗? 啊 要另外再点的吗? 对 所以Burger 你就是买Burger而已 对了 它完全没有Set给你 它不是Mcdonald OK OK OK了 就像Shake Shack这样 它也是只是卖Burger而已 对对 这个是美国的文化吗? 不懂 然后 然后 它没有附任何的酱汁是吗? 辣椒酱 什么酱 如果我问他 Can I have more chili? 他讲 Sorry we only have ketchup 所以我可以完全的感受到 那个美国的文化 所以我们去西方国家的时候 就是没有任何的chili sauce chili sauce 就是我们新马人会最爱的东西 嗯 他们就是番茄酱,番茄酱,番茄酱而已 然后 你就索性不拿是吗? 对了 哈哈 我了解你 我应该觉得只有番茄酱 不如索性不要拿 嗯 我刚才吃了这个薯条 我觉得还可以 它就是连皮也跟着一起下去炸的 嗯 OK 它其实大概是有两个重要的 一个就是它只用新鲜的牛肉去做它的肉 嗯 它的那个肉饼 第二就是它用炸的那个油是 是花生油 嗯 它的种子是这两个 我很特别没有花生牛 所以你有没有吃到比较香? 还好 OK The end 是用猪油来炸的 很香 猪油 嗯 开玩笑 OK啊 薯条很多耶 其实 给你吃吧 OK 我们看一下 那个 汉堡 果然 没有让我失望啊 它的Burger 是啊 嗯 很厉害 没有让我失望的是 我好想讲的是 它样子真的不好看 要死啊 哈哈哈 因为我上网找任何的资料 找任何人拍的照片 它的汉堡就 不好看 就真的是不好看 是哦 对啊 你上网看那Burger 它应该是拍到很美了嘛 它就是 这样子哦 就是完全一模一样哦 嗯嗯嗯嗯 可能 是因为打包的关系 然后它让它保温哦 然后它把这个细子包起来 连它整个包都软掉了 其实它打包跟家边吃都是一样包装的 哦 就是它好了 就整个袋子给你 你就拿去 它就这样子给我 就给这个而已 就这样子整理给你 嗯 它就包起来 包起来咯 那就软了啊 这样你马上打开就OK啦 那你放进去锡纸的话 它总会这样 有一点点啊 它总会 湿的嘛 你看啊 它就是整个软啪啪了 它就是 然后其实它应该是没有烤 反正这个这样软 有耶 又烤 又烤啊 没有用哦 烤了过后它还是这样湿 OK啦 我们也不能期待它什么 因为它是打包的 所以我们就先试一下它的味道 哇 它的那个很多 对 因为它其实它也是最主要的是 它里面的料啊 是可以 是可以 是自己customize的 所以你可以加多少都可以 就是一样再甜 哦 就像subware的concept这样 啊 对 所以你就跟它讲什么了 嗯 它有一个所谓的 all the way 嗯 嗯 的意思里面有 就是它所谓的plastic topping 啊 有mayonis 有leptures 有picklets 然后tometo 还有grilled onion and grilled mushroom 嗯 然后还有ketchup和mustard 当然啦 我知道奶爸不喜欢吃ketchup 所以我直接拿走它的ketchup 其它之外都放进去 看起来不错 帮我拍张照片可以吗 可以 一二 这样要不要拍吗 拜计是打痕哦 嗯 你第一天拍照吗 是我第一天拍照 一二 对 一二 再来 我要吃咯 嗯 嗯 好吃不好吃 说一句嘛 还好 哈哈哈哈 OK OK 那个面包软了是应该的 我也期待很多 嗯 但是那个牛肉也是软的 是啊 嗯 可能则是太湿了哦 包太久了 对哦 就我不确定是不是去那边吃会有不同的感觉 就是 应该啊 你的肉 饼下去 拿去烤 拿去烤的话 拿去煎的话 它应该会外面有一层酥酥 比较 比较有点 硬 比较那种口感的 而这个 就是你看我 我随便 这样子一拍它就软掉了 它就 我觉得绝对是打包过后 就是这样 就呈现那种 入口即化的那种感觉 这样不是你不喜欢的感觉 对 哈哈哈 就说我讲的就还好 因为 我喜欢吃那种比较有嚼劲 然后 吃起来比较干净 不会邋遢 像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一直没有去光顾的原因 只现在因为很多人 对 现在没有人了 没有什么人 因为西门吹吹吹刚刚出去 然后他顺便打包回来给我 嗯 so 我猜啦 这个需要13块吗 你这样煮的只是hamburger而已哦 哈哈哈 你以为整色啦 嗯 不是啊 哈 哈哈哈 眼睛又大了 哈哈 这个13块 所以我才省得买给你吃啊 我自己也不省得吃 哈哈哈 然后那个5钱要不要5块钱 6块 哇 这样只够够买卖 这样只要18块 19块 哇 不便宜哦 所以是吃mcdonald 哈哈哈 吃mcdonald 够 够我们两个人吃啊 嗯 嗯 是因为你有加肉吗 还是他这个是signature的 招牌啦 嗯 他的招牌就是两片肉哦 Cish Shack招牌就是一片肉而已 嗯 过后你要加肉的话你自己再加 这个所谓的他的cheese burger cheese burger 嗯 就 还好 cheese的味道也不有怎么浓 只是 你会咬下去就是 你 你吃到他的牛肉 只是那个口感就真的是还好 所以你吃到他的grilled onion 跟grilled mushroom吗 有吗 这边呢 嗯 这个是mushroom啊 嗯 mushroom是mushroom哦 嗯 嗯 嗯 链找不到啦 就算了啦 反正该咬的时候就 ok啦 正确吃burger方法就是什么东西都一起咬下去 而不是分开哦 哈哈 闹死了 哈哈哈 因为我看到一个影片他们就把那个burger 分开来吃 就是他会评解 面包就面包 就是肉 这样 我觉得burger最大的用意就是在于你全部一起咬来吃啦 嗯 没有人会特地分开那个肉了 对 还是有的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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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如果你对这类型的牛肉汉堡或者是你对five guys还是有一点好奇心的话不妨去吃一下新加坡在 在 TOPICOT那边会有一间 嗯 本来是要新加坡 嗯 所以 可以去试一下 来比较一下 Shikshake到底跟他有什么差别 你可以跟 你也可以跟 Burger King 你可以跟McDonald他们比 不一样的味道 如果你要吃牛肉的话 我建议 还是可以去 这两间 Shikshake跟five guys去比较一下 如果是 好奇心啦 如果你想我要我推荐的话呢 我是觉得还好 OK 拍了影片就到这里为止了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了 Bye